很多朋友都喜欢喝咖啡,甚至有些朋友会把咖啡当作日常的饮品,每天都会饮用。 相比白开水,咖啡具有独特的香气,还有一定的提神醒脑的作用,网上也有不少信息,说喝咖啡带来的种种好处,但也有文章说喝咖啡并不会有益于健康。 面对这样那样的信息,长期喝咖啡到底是有益健康,还是危害身体健康呢? 今天的这篇科普文章,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咖啡对于身体产生的各种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喝咖啡能为身体带来多方面获益,咖啡可以说是一种传统饮品,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也很喜欢咖啡的香醇口感,实际上除了提升口感以外,咖啡中还含有不少的好物质。 除了大家熟知具有提神作用的咖啡因之外,咖啡中还含有一定量的多分类物质。 这些物质具有超强的抗氧化作用,能够起到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作用。 同时,咖啡中也含有一定量的脂肪、蛋白质、类黑色素、维生素等营养物质。 喝咖啡能有什么好处呢? 降低疾病风险。 根据来自NEJM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中所探究的咖啡与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通过介绍关于咖啡、咖啡因的毒性来看,只要注意咖啡的饮用量,即每日喝3-5杯咖啡与降低多种代谢综合征的发生,危险有益。 也有研究发现,如果人体每日能够饮用3-5杯的咖啡,要比不喝咖啡的群体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将会降到最低。 对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与死亡率大有益处。 改善肠道微生物群。 咖啡中含有植物化学成分,具有改善肠道微生物功能,调节体内脂肪代谢等有益。 提神醒脑。 这一点是公认的,咖啡具有典型的提神醒脑之功效,比茶叶要更胜一筹,当精神不佳。 十分困倦的时候,喝点咖啡效果显著,还有助于提高大家的工作效率。 降低痛风风险。 在日本防卫医科大学等团队联合研究发现,长期保持喝咖啡的习惯有助于降低痛风发病的风险。 在该研究中发现,饮用咖啡并不会提高尿酸素质,且咖啡是一种天然的碱性饮品,有助于体内酸碱平衡。 咖啡因的好处,咖啡因是咖啡中影响健康最主要的成分,饮用后大约45分钟会被人体所吸收,血中浓度在摄取后15分钟至2小时达到最高。 根据每个人体质不同,咖啡因半衰期大约在2.5至4.5小时之间。 咖啡因停留在人体的这段时间,研究发现它的好处主要在脑,甚至几方面。 脑,咖啡可以增加脑部思考的灵活度与警觉性,减少罹患抑郁症及帕金森症的风险。 增强止痛药的效果,有助于辅助缓解头痛的效果。 肾,对于肾脏的影响主要在增加利尿的作用,降低肾结石的几率。 另外,咖啡因对于减少皮肤癌、乳癌、摄护腺癌以及子宫内膜癌的风险也有帮助。 一个众所皆知的好处就是提神醒脑。 这是不少学生党和上班族喜欢喝咖啡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咖啡因可以有效地作用于神经中枢,使大脑处在一个兴奋状态,从而能帮助人们更好地完成作业以及加班任务。 另外,有研究证明,每天喝一杯咖啡可以降低7%的糖尿病发病几率。 这是因为,咖啡因可以有效地减轻胰岛素的抵抗作用,使一线中的β细胞对人体血糖稳固在正常的调节状态, 让血糖处在一个稳定水平。 其实,这就很好的解决了当代年轻人喜欢喝奶茶和饮料,却又担心糖尿病的问题了。 由于咖啡因具有利尿作用,摄入过多会导致我们排尿增多,要知道排尿会带走人体的钙。 铁等微量元素,甚至有数据显示,一杯咖啡的摄入会使人体损失3-4毫克的钙。 可想而知,如果是每天喝4-5杯咖啡的人,长期如此可能会造成过度的钙流失,诱发骨质疏松和关节疼痛等问题。 不仅如此,空腹喝咖啡或者是对于一些肠胃不太好的人来说,咖啡容易刺激胃肠到粘膜,导致胃酸分泌增加,肠胃蠕动加快。 而胃酸属于强酸,在没有足够食物以供消化的情况下,很容易腐蚀胃粘膜,造成腹痛腹泻等不适,长期如此,还会影响消化功能,造成胃溃疡,胃穿孔等。 每天喝咖啡有助于减肥,咖啡还可以通过改善运动时的身体表现来帮助您减轻体重。 它还可以帮助您的身体吸收和燃烧血液中的脂肪酸。 对您的健康影响更大的是均衡饮食、锻炼和保持健康体重。 喝咖啡应该只是对那些重要的健康因素的补充。 每天喝咖啡可以增强记忆力,每天喝咖啡有助于增强记忆力。 咖啡因具有增强认知的作用,但其在巩固记忆和使记忆抵抗健忘方面的特殊作用从未在人类身上进行过详细研究。 咖啡到底怎么选? 看到这里,大家也别开心得太早,不是所有咖啡都那么健康。 一、素溶咖啡,像市面上销量很高的素溶咖啡,香味很浓郁,但也含有很多添加剂。 查看配料表,我们可以发现,里面添加了葡萄糖浆,氢化植物油等,含糖量较高,反噬脂肪超标,会升高血脂,不利于人体的健康,不建议常喝。 二、冻干咖啡,冻干咖啡,则较好地保留了咖啡因和其他营养物质,咖啡味会比较浓。 不过选购时也需要查看配料表是否有其他添加剂,如果配料表上只有黑咖啡,就比较干净,比较适合日常的饮用。 三、咖啡豆,咖啡豆,咖啡粉可以冲泡最原装的咖啡,不过要陷膜,对制作条件要求相对较高,需要咖啡机。 如果不方便冲泡,还可以选择咖啡店,不过有些风味咖啡也加入了较多的糖浆,同样高热量,会增加肥胖、高血脂的风险。 而一杯美食咖啡的热量就非常低,通常只有不到20大卡。 每一个人对咖啡因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所以没有统一标准来判断过量。 但作为一种普遍建议,每天摄入咖啡因量不能超过400毫克,大约是相当于四杯普通的咖啡。 平时注意观察自己身体反应,关注健康的重要环节,咖啡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不是我们的全部。 我们要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包括均衡的饮食,适量运动足够休息,是维持健康关键。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小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谢谢大家,我是小安。 我们明天视频再见,对此,您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频道